觀眾朋友這一場中華隊以12比1 提前在第八局打敗菲律賓隊之後 我們在賽後也來進行比賽的一個訪問 首先請問這個現場總教練就是 這場比賽雖然是提前來贏得比賽的勝利 但是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可能您覺得還是要再加強的一個地方 今天其實大部分菲律賓是用左頭的 那我們其實比較多的左擋 那這一方面可能我們在明天的 對中國的可能還會碰到 那其實今天也 頭手方面 手背方面也沒有發生很大的 這個我們要修正的地方 大概這一方面打擊 我覺得明天應該碰到了左頭的機會還是蠻大的 那原本這個評估這些國內的左打者 好像對左投手的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壓迫 就是說尤其在今年中華之方例行賽 呈現出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經過這一次的資格賽到現在雅錦賽 這方面的一個情勢 總教練是不是覺得要重新再評估一下 我覺得我們譬如前面的周思琦 或者是郭炎文 這些當然對左投手是比較不怕的 甚至張正偉也是 那當然這批選手比較年輕 那比賽碰到左投的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或者是說他在今年的球季裡面 對左投的也沒有那麼出色的表現 並不是每一個左打的對左投手都打得那麼好 所以這一方面當然 當然以這批年輕人來講 當然沒再一次那麼穩定 不過看起來應該在速度方面 還算是相當的突出 那這一方面也是他們的優勢 那我覺得每一個陣容的這個優勢不一樣 我們就發揮他的優勢 這個問題明天要遭遇到中國隊 那可以先公布先發投手 那另外今天稍早應該也看了他們對韓國隊的比賽 是不是有一些這方面的一個計畫 我們當然是先發投手會以戴鴻城為主 那大陸隊這一次我們看了 其實他在打擊方面並不是很出色 可是他的現在的狀況並不是很好 但是投手的指還算蠻平均的 尤其是幾個老選手 其實控球還算相當的準確 不過整體來看 現在中國的這個球隊的狀況 並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速度還是不錯的 這一點我們會特別注意 尤其他的突襲的這種觸擊還蠻多的 這一點我們會特別去方伴 好 謝謝總教人 三位教授總統 謝謝 好